是正在進行的,成事不見了,已經完成了生意就不要再說了, 碎事正在進行,這個碎很多人說已經成了,那就跟成字兩個字重疊, 這個碎事在進行,已經進行你根本攔阻不了,就不要再說了。 這是修養,這是養氣,因為你不說我氣別煮了, 能不能沒有氣,不憋住, 他喜歡的東西很粗大,很粗用,然後拿來就是, 他喜歡的東西很粗大,剛才用的就可以了, 老師啊,你沒用了,他就一直跟我這樣講, 那優秀沒用了,這社會不能這樣啦。 所以啊,各活各的,所以我們來看第七, 朱立倫也是我學生,說不定他是有同胞胃啦, 但我可以交出一個同胞胃,可是這又怎麼樣, 他其實也不像你中文。 他其實也不像你中文, 他其實也不像你中文。 這句話要加一個頭,站在做人的立場上,站在生命的立場上, 站在做人的立場上,站在生命的立場上, 世人做賤的人,世人是做賤,色賤的那個賤的人, 難道,比起韓人做盔甲的人, 韓式盔甲,做盔甲的人,不仁嗎? 世人做賤的人,在他的專業製作上唯恐不善, 只擔心他的賤不夠力,無法傷到人。 可是韓人呢?做盔甲的人呢? 只擔心他的盔甲不夠堅固, 穿他盔甲的人受傷。 穢官是攻略。 吾降正人。 漢是降正人的。 漢是降正人的。 和做棺材的人 注意這個將神是做棺材的人 將神是醫病,為了醫病 做巫師將神替人醫病 和跟做棺材的人是同樣的 一個問題 什麼意思 做巫的人為恐人們死掉,醫不好 而做棺材的為恐不死人,棺材還不出去 故樹不可以不剩 所以站在做人的立場 站在生命的立場 我們選擇專業這個數字 專業的技術性的職業的時候 就不能不慎重 就不能不慎重 這裡有很深的意思 孔子曰,理人為美 也則不處人,焉得之 理人就是居人 居人為美 這個理是居住的基 就是讓自己隨居住 生活中 生活在愛之中 這是生命最美好的事 所以當一個人 有了生命的覺醒 卻不選擇 卻不選擇 居住在愛的生活之中 焉得之,安得之 這怎麼算是有智慧 所以前幾天 台中 忘了哪一個廟 他們現在不要 進行一個什麼樣的節日 要打拜拜 結果用外地的廟 去買它 結果當地的那所廟的河 一故就出來打人 說他們會搶走生意 那個尼故在新聞片裡面 大人的尼故在新聞片裡面 就說 今晚捐錢的人少了 我們都吃不飽了 你還來搶我 這就是什麼呢? 沒有休息 沒有休息 所以 即使出家 但卻沒有選擇 讓自己生命安頓在 愛人的狀態底下 這怎麼能算是 智慧者 有智慧的人 出人 呼發與詞 人 這種對人的愛 這種對生命的愛 這種對生命的愛 是上天 是上天 賜給人類 最高貴的絕位 尊師高貴 最高貴的絕位 是人 最能安頓 身心的 生活 安在最舒服的生活住宅 所以說 所以說 墨之欲 而不仁 墨之欲就是墨欲之 沒有人阻擋你 這個欲是阻擋 阻止 沒有人阻擋你愛 而你不愛 這就是不知 這就是不知 不仁不知 以至於無理無義 對人不沉重 對人 對人 不適當 人 注意這句話 一定生活在被人奴隸的狀態中 我們看好多的大學畢業生博士 好來賣雞排 好去種田 好去做肉丸子 好去繼承家裡的麵攤 當然 我們都說浪費浪費 當然這裡頭 何以討論的是 他們 何以這麼曲折再回到 他們所要的生活上 因為記者把握他們 他們說 為別人做事 在別人那邊 吃盡苦頭 有著各種委屈 不如回到家 繼承自己的父母 身心快樂 反正生活也就是這樣 其實這背後是一個中國文化的問題 傳統中國人 有很多在生命的覺醒中 選擇自自在在的生活 自自在在 就是享有天之之的覺 沒有頭雞嘛 我幹嘛要頭雞呢 他背後是這樣的一個 一種生命的抉擇 人以言 被人 我們看好多名嘴 辦一個政黨 你變不嘴 人以言 還要被人奴隸 如同公狗一樣 不是公的狗 是公狗 被人驅使的去替別人做事 打成別人目的的 完成別人效率的 人 人意而此為意 被人奴役 而又覺得這樣的奴隸很可恥 就像是一個做公劍的人 而覺得文化公劍很羞恥 一個做劍頭的人 而覺得自己做劍頭是一件羞恥的事 人生何必這麼委屈 這裡提出什麼意思 一個觀點藏在裡面 人生有需要這麼委屈嗎 如此之 如果你覺得委屈 默如為人 那麼 你就擴大你的愛 因為委屈 代表你有覺知 代表你對生命有覺知 那麼擴大這份覺知 擴大這份愛 那就轉業 一個生命有愛的人 就好像我們做射箭的人 射著正己而後發 我們射箭要射中原本 只是自我的調整 不再跟人格鬥和比較 發而不重 發而不重 不願勝己者 不願憨 不抱怨 贏過自己的人 反求足己而已 所以這一篇的重點在反求足己 人的生命 展現人的階段 成為一個真正的人 就是透過覺知 然後建立真實的自我 反求足己一切 反過頭來 求自己人性的開展 求自己人性的開展 建立自我為生命的主體 我們這裡 不是反對職業 也不是反對做賤做工 而是說當你做賤做工 卻覺得有所虧欠 不安的手 那這代表你對生命 有了新的覺醒於認真 你怎麼調理它 讓自己這份委屈甚至 然後過你 然後過你的日子 重點在這裡 我們今天長一點時間 就把這一章講完 下個禮拜 下個月 六月四號 他說 有上課 要補課 補班 所以 中午要補課 所以要不要上課 是端午節 就是補課 那補班 下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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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